如果你的男朋友在事後的避孕藥跟你要求費用要一人一半 你會怎麼想 欸其實這我真的遇過了 可是情況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那時候我在日本 然後他那邊的就是避孕藥必須要開廚房錢 超級貴的 就是我記得那一次大概是2萬日元吧 那一次的事後藥要2萬日元 那之所以用事後藥是因為那個保險套掉進去裡面 這真的超尷尬 然後事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這個廚房錢要2萬日元 然後他就說欸他現在身上只有1萬日元 然後他就拿1萬日元給我 然後又沒有後續了 他也沒有說又再給我1萬日元 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頓時我覺得對這個人超人 就直接整個量掉 我對他沒有任何的從戀愛憧憬 儘管他煮飯超級好吃 可是我不得不說這種行為是真的蠻討厭的 可是其實 應該說說吃事後藥已經傷女生的身體了 就是可能未來會有什麼後遺症 這也不一定 可是現在醫學發達會不一樣 可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心情上的問題 像是他 就是他已經買套了 但是就真的不小心倒進去 可是這種事情是 我跟他都不想見到的情況 而且最主要的是 就是那時候我在挖 挖那個保險套挖出來的時候 他在旁邊打手 這真的超級靠分的耶 所以我是之後對於這種就是 連必應要到AA的男人 真的是先謝謝不聯絡再見 沒辦法解釋 沒辦法 坐下 我有anden